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話說剛好行政長官林鄭 就跟一班廢官容官出來 又搞記者會 其實說這麼多都是講經的 到最後都是依然堅持拒絕 搞這個全面的封關 自製攬炒 關他就不肯封了 到底有什麼抗疫的新措施和新安排 首先他就說 政府部門員工留在家工作的上班安排 就可以延遲到2月9日 但是仍然要為市民提供基本和有限度的公共服務 我想請問那些在私人機構任職的員工是怎樣 是不是只想你公務員 你一是就全部看齊 根據廣東省政府的指示 就是所有的企業在2月9日凌晨之前就不准復工 這個就是一致 不管是公務員也好 私人機構任職的職工也好 大家一起是停工 你又不是你就可以 公務員就在家工作 有很多工種是不可以在家工作的 那些人怎麼算 那些人是冒著一個非常大的生命風險 多鬼魚 第二件事就是宣布延長全港中小學幼稚園和特殊學校的復課日期 最早的復課日期就是3月2日 第三件事就是 關於湖北的旅客 他就說入境處已經是不斷巡查酒店 你說幾成 警察不用去做 澳門也是治安警去做 你真是入境處去做 他就說截至今天下午1點鐘 已經巡查了355間酒店和賓館 找出了48名來自湖北的旅客 有15人就已經自行離開香港 剩下的33人將會安排入住這個檢疫中心 你真是找到48人出來 其他的都去了哪裡 只不只48人那麼少 當時澳門找出來 還說有千多人 真是我不知道 然後他就大玩這個語言藝術 一定要踢爆林鄭 到底他怎麼說 他就說直至昨天 對比起14日之前 除了機場以外 大陸來香港的旅客 已經下降了9成1 而大陸人 只是佔入境人數的9.7% 大部分都是香港人回香港 這就一定要踢爆林鄭 不要玩弄這些數據 我們香港是何時搞局部封關 就是1月30日 即是昨天 你1月30日去 玩局部封關 你比較數據 怎會比較14日之前 你當然是找局部封關之前的那一日 即是1月29日的數據來比較 才是夠客觀和中肯 對不對 如果找1月29日的數據來比較 到底局部封關之後 跌了6客是多少人 其實只是跌了3成 根本上是達不到 全面封關 在源頭上 阻折武肺入境的效果 你跌了3成 對比起之前一天 你怎會找14日之前來比 就說跌了9成1 林鄭 如果這樣也行 你不如找歷史上 最多6客入境的那一天來比較 可能跌了9成9 是不是 你不能夠這樣來操弄 對不對林鄭 這樣也行 而且你的數據說 還說要把這個機場口岸入境的旅客 是排除了他的 除了機場之外 為什麼你要除了機場之外 我一看數據就知道為什麼 原來在1月29日 即是局部封關之前 經過機場入境的大陸旅客 是9196人 好了 局部封關以後 即是西九 直通車那些全部封了以後 那又怎麼樣 在機場入境的大陸旅客 是不跌反升 是由9196人 升到9907人 大家看到為什麼 他要把機場排除了 然後就說跌了9成1 完全是體現得出 什麼叫輸打贏 有利的數據就搬來用 不利的數據就當看不到 這樣也行 特區政府 為什麼林鄭 是堅持拒絕 全面封關呢 他有說到 他的原因是什麼 就說 在現實上是不可行的 因為這個 全面封關不讓大陸的旅客入境 就是不符合世衛的建議 又說根據世衛的指引 就不應該採取有歧視的行動 這些完全是跟歧視無關 林鄭 是不是 這些不是歧視的行動 這些是保命的行動 全世界已經有不同的國家 封鎖了和中國接壤的邊境 除了朝鮮和蒙古以外 現在又新增了一個 就是俄羅斯 俄羅斯下令 關閉和中國的所有綠路邊境 以防止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蔓延 之前俄羅斯已經阻止了 所有中國旅行團的入境 俄羅斯也在做 而且別人是封鎖邊境 除了俄羅斯以外 剛剛收到的消息就是 新加坡也決定了 由2月1日 就是明天開始 所有中國護照的持有人 以及在大陸出發的旅客 就不得進入新加坡了 那麼這個 是不是封關的措施 那麼這個到底是可不可行 林鄭為什麼整天口口聲聲 把不可行這三隻字掛在嘴邊 當初香港人要求你封閉這個高鐵站 就阻止那些武漢的旅客入境的時候 當時武漢也未封城 你不是一樣說不可行 現在你終於關了六個口岸 那現在又可行 現在新加坡告訴你 老董經常叫香港人學習那個新加坡 都決定了是對大陸封關 為什麼人家又可以呢 是不是 而且不只是新加坡 意大利剛剛宣佈了 所有來自中國 香港 澳門 台灣的航班 全部停飛了 除了意大利之外 連科威特的民航局都有宣佈 他們就說 通知了所有航空公司有一個入境禁令 從即日開始 禁止中國和香港特區護照的持有人 進入科威特 現在慢慢開始 不同的國家都對於香港的旅客 是有封鎖 不止科威特 早前越南已經說了 不再批准新簽證給香港的旅客 所以我經常都說 要交腳趁早 不要等到疫情爆料 才走 到時候我相信 很多國家都開始對於香港的旅客 是有封鎖的 其實每個國家所採取的這些入境限制措施 都是在刮林鄭 林鄭沒什麼 最擅長是拿世衛出來作為黨戰牌 就說和世衛的建議 是有衝突 以及就說這些限制是不可行 怎麼會不可行呢 俄羅斯又在做 新加坡又在做 意大利又在做 連科威特也在做 還不要說之前已經有朝鮮 越南 台灣 以及蒙古 全部人都在做 你什麼時候才可以做 是不是 你跟他有接壤 隔壁深圳河 你自己也不去做 你打算什麼時候才封關 你不是想等國際社會對於香港封鎖之後 你就宣佈跟人封關 林鄭是想玩什麼 當然 醫護人員已經三番四次 說得很清楚 就要求你封關救香港 目前為止 已經有六千七八位 醫管局的員工 承諾罷工 最快就會在下星期一 發起工業行動 因為他說在星期日會和你談 其實也不用談 今天已經是星期五 你也決定不去 搞全面封關 難道別人 等醫管局的員工和你談完 你會肯改變主意嗎 是不是 你死人也不肯做 所以 這個罷工 勢在必行 只不過 學習何柏良醫生說 病毒也是不等人的 社區爆發的危機 已經如箭再延 一旦社區爆發的話 你根本上 就不夠那麼多的醫療器材 不夠那麼多的醫護人員 來服事 你那個醫療系統是會崩潰的 你只有那千四張負額病床 是不是 再拖下去 一旦爆裂興隱隱隱隱 當那個感染人數 超過千四人 我想請問你 你是不是站在這裏 你解釋給市民聽 如果那個病例是超過千四人的 那你到時想怎樣 是不是玩完是不是崩潰 想怎樣 林鄭 完全沒有解釋過 這個是 你是不是要有個 Worse Case 你都要講出來給大家聽 到時是怎樣應付 超過千四人那怎麼辦 我像你那樣 給他電子鎖還 就 困住他家 有鬼用嗎 是不是 你想怎樣才行 還是怎樣 建臨時醫院 臨時醫院建了一切嗎 要負額病房 你真是離譜 目前這個香港民意研究所 就做了一個民意調查 在1月29日至31日做的 今天新鮮滾熱辣 到底他的結果是什麼 只有11%的人 對於特區政府應付疫情的表現 是滿意的 有7成半的人都說不滿意 非常之一面道 藍絲也有些人是不滿意的 是不是 7成半 好了 到底有多少人是支持全面封關 80% 反對的只有一成 那群人就已經是極藍深藍 或者是那些警察 那些一成人 如果他反對 你就叫他回深圳 回武漢 回廣州住 是不是 不要阻礙地球 反對 如果那個支持全面封關 去到八成多的時候 其實已經可以當作是一個 全民的共識 對 那個支持都去到八成多了 民建聯也支持 自由黨也支持 說了多少次 到底有多少人是支持 而這個醫護人員罷工 是有61% 反對的就有32% 這個支持率 是比起每一次的三罷行動 都為之高 為什麼 因為這個醫護人員罷工 其實就是最後的寄望 如果醫護人員罷工完之後 林鄭根本上都是 當是聽不到的 當是借了龍耳診隻耳 都是不肯全面封關的 那就 就是這樣 所以那些人說 你林鄭的攬炒之務 完全是沒有說錯的 還有 如果香港有什麼閃失的話 你林鄭真的會永久釘在歷史的恥辱處之上 永生永世是不能夠翻案告訴你 你所有的後代都不能夠抬起頭做人 因為你始終都是站在香港人民群眾的對立面 站在歷史錯誤的一方 林鄭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